保典24有几个是蛮重要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 把什么归功于归音于 这个在翻译写作上可能比较少用 不过呢还是要注意有几个是特别要留意的 像这个ascribe to 归音于或者是归功于 那另外有一个也是这个归音于的叫attribute 先看这个补充 我们把什么归功于什么 或者是把什么归音于什么 这个to是介细词后面要接名词 通常我们会用ascribe什么to什么 那同学最熟悉的就这个o什么to什么 这两个归音于是用在这个好的事情 如果是讲不好的事情 我们会用attribute attribute我们可以用在好的事情 也可以用在不好的事情 两个都可以用 但是ascribe to跟o to是一定是用在好的事情方面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个一个补充的说明 第一个ascribe glory to god ascribe是把什么glow 荣耀 to归功于这个上帝 把荣耀归功于上帝 ascribe配合to 那下面attribute his success to 把他的成功归功于good luck good luck是运气很好 把成功归这个归之于 或者是归音于运气很好 这个是好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指不好的 把这个ship week ship week是什么 传难传承掉了归音于归之于这个storm暴风 那这个就是指不好的事情 我们也用attribute 所以attribute可以用在好的跟不好的两个方面 好 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describe describe是描写 这个字很重要 非常重要 第三个也很重要 医生会开药方 开药方就是prescribe prescribe开药方 那这一些这个scribe 他的名字常常就是scription 所以描写describe就是名词description 开药方就是prescription 这个不会很难背 但是很重要 现在我们不妨来把下面几题给他完成 第一题my daughter我的医生 看的医生当然是讲是开药方的 开什么药方 开的药方就在后面 现在我们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my daughter 这个开药方是prescribe 要用什么诗 诶 这边有一个gif是过去诗 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加一个d 过去诗 因为这里有前后两个句子 时代上是要配合的 我的医生呢 开了一个药方 这个药方就是along rest 要长期的休养 长期的休息 for me for me就是替我开了一个 长期休养的药方了 and 然后呢 give me 给我一些pain killers pain是痛苦 killers会杀死痛苦的 杀死痛苦的 我们就翻成止痛药 止痛药 然后给我一些止痛药 for my knee 这个 knee就是疾病 这个 knee是脚痛 膝盖疼痛 所以你开什么药方 后面这个为谁开药方 也是用for 那么为了什么的病痛 也是用for 所以这个地方戒息词 是比较难缠的 膝盖不好 你就不要爬山 尽量不要爬楼梯 要多休息 这是医生开的药方 就这样子 再看第二题 the report 这个 报导 怎样 the rise in crime rate the rise是上升 提升 升高了 in crime rate crime rate 就是犯罪率的提升 犯罪率的提高 有一个to 这个是 归之于什么 这里一定是 这是讲不好的事情 归应于 the increase 增加 in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就是失业 老师来讲解一下 employ 就是 雇用 雇用员工 加一个ment 就是名词了 雇用员工的名词 employment 加一个un 就是否定 没有雇用员工 这员工没有雇用了 那就失业了 所以很清楚说 这个报导 把这个 犯罪率的提升 归之于 归应于 这个失业的 怎样 增加 失业率的增加 因为越多 因为越多人失业 犯罪率就越高 所以这题答案 要归应于 因为这个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用attribute attribute OK 答案下去吧 2 tribute 1要加s 三年称 加s 再看几三题 我把我的健康归功于不断的运动 跟均衡的饮食 好 这个是把健康归功于什么 这是要分开写的 所以这个片语 看起来简单 其实很不容易写的好 我们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i o my health 我们健康归功于 不断的运动 当然你这个o也可以用什么 ascribe my health to 不断的运动就是 constant exercise constant是形容词配名词 第二个还有均衡的饮食 就是balanced biot 饮食 balanced 就是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用 修饰饮食 balanced 是动词 平衡的均衡 加1d就是当形容词了 好了 这是第三题的翻译 下去 我们来看 大自然的美 哇 如什么什么 这些大自然 the beauty of 再来 美到 无法形容诶 我们先写 美 是无法形容的 the beauty b-e-a-u-t-y 原本的字是 the beauty 什么什么 意味着 beyond description 好 description 这个是 这个美 无法形容 像这种写法 一定要背起来 beyond是超越 超越 我们可以形容的情况了 就是无法形容 好 下去 我们把中间的内容给它完成吧 the beauty of nature 就是大自然 你也可以加一个great nature 也是可以的 大自然的美 要举例了 如什么东西啊 like 好 like 夕阳 sunset 还有 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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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英文怎么写 就是雪 就是雪的意思 snow snow w 好 等等 and so ok 拿到点 所以中间 这个就是举例的部分 那后面接过去就是动词了 意思 beyond description ok 再来 我们也还有一个 写法 就是用动词来写的 什么 me cannot 没有办法被描述 described 用文字来描述 be described with with 好 用文字 来描述 用文字来描写 这个就是美到无法形容 用笔墨形容的意思 后面这两组 这个第二个是比较常见的 subscribe 订购 还有一个意思就认捐钱 捐钱的意思 subscribe 这边inscribe就比较少用了 inscribe是提字 或者是牢牢记住 这个比较少用到 我们不妨看这些补充的 这个说明 inscribe what's a man inscribe就是提名字 把名字提在什么上面 on就在什么上面 on the monument monument monument就是这个我们讲的纪念碑 monument 在纪念碑上面提一个人的名字 我这纪念碑是谁建的啊等等 那就是inscribe one's name on the monument 那第二个订购这个报纸 我们英文用subscribe to 要配to subscribe to a news paper 这个就是订购订阅一份报纸 现在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补充的部分 my teacher's words 我老师讲的话呢 are inscribed的 这个不能说提字了 因为老师讲的话 应该是被牢牢记住 所以这个是被牢记 牢记在哪里 in my memory 牢记在我的记忆深处 就是我牢牢的记在心里的意思 老师的话 我都牢记在心啊 这个是这个例子 那第二个例子 subscribe subscribe这个就不是当订购 lent捐啦 就是捐钱啦 那么我们这个捐钱啦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单字叫donate donate也是捐钱 donate 这个美金 one hundred dollars to 给 好 给 charity charity就是慈善机构 捐美金一百元给慈善机构 来家具 我们来看下面 sense a great deal sense 这个是当名词 要小心 当名词 感谢 没有s的 是当动词 有s的当名词啦 这个sense a great deal 就是非常感谢的意思 也可以用sense a lot for for是说明 感谢的事情 这个 非常感谢你的什么 to our geographical magazine geographical magazine就是地理的杂志 当然就是既然是杂志 当然是订阅嘛 所以呢 这一个答案要填进去的是subscribe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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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要接to subscribe to 就是订阅 下面第二题 学校图书馆 这个 我们直接写出来吧 Hour school 我们学校的 来 but ready e r a r y 这就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家具要写动词啦 subscribe subscribe to 就是订购 订阅 订阅 订阅什么 很多 many magazines means 复数 还有期刊 期刊是用periodicals periodicals 这叫期刊 periodicals 好 后面加一个时间复词啦 每年 每年 我们就写 every year 好 或者是 这个 用其他的一个方式 yearly yearly也就是每年的意思也可以当副词 yearly 那么还有一个是annually annually就是每年的意思 annually annually 也一样是每年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副词可以变化一下 好了 这个 就是 动词宝典24 有关于 scribe describe prescribe 这三个是蛮重要的 提供给同学做参考